躺着也能长寿 这样休息比运动还长命 再忙也花两分钟看看 人人都说锻炼好 已经退休的国家级名中医 徐再琛教授却不这么认为 他曾说人生有意傻 没病吃药最傻 别老照镜子 看肚子有没有大起来 特别是老年人 不要患上慢病后 拼命锻炼 40岁前必须锻炼 50岁前适当锻炼 60岁后不锻炼 多保养 其实不光周老年人 年轻人也该注意锻炼适量 权威运动专家教你如何 在休息中轻松实现锻炼效果 让你不费事就能养生 最容易犯的五个运动错误 一走得多 人在剧烈运动时 体内会产生较多的 肾上腺素和皮脂唇等激素 当这些激素增加到一定量时 会使脾脏产生白细胞的能力 大大降低 导致淋巴细胞中细胞活性大大降低 二速度快 对于走路和跑步而言 强度就是速度 强度过大容易发生运动伤害 比较常见的有膝关节 踝关节 髋关节及腰部的疼痛和损伤 三早起就猛跑 不吃早餐或者是不补水 就出门狂走猛跑 会导致血糖过低 早起时人体血液更粘稠 特别是心脑血管病患者 运动风险更大 此外凌晨是心血管病高发期 高危人群应避免清晨剧烈运动 四 严寒酷处无阻 研究表明 极端温度会加大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 一热一寒是心脑的大敌 目前早晚温差大 一定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避免过量运动 五 靠走路减肥 人体一天中摄入的热量越多 器官负担越重 但如果再进行超负荷的运动 器官的负担则翻倍 久而久之 加快器官衰老 休息才是最好的锻炼 一 小气二十分钟让心脏冻起来 多项研究表明 小气是减压神器 能提高灵敏度和工作效率 也有利于心脏健康 研究发现 一周五岁三次以上 每次小于三十分钟的人 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37% 二 喝杯热茶 让大脑冻起来 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喝水能够让你的大脑提速14% 有助于保持思维敏捷 天气渐热 喝杯热茶还是清热止渴的法宝 因为热茶能够促使毛孔张开 加速汗线分泌还可以泌尿 三 伸个懒腰 让肺冻起来 伸懒腰能够增加对心肺的挤压 增加全身的供养 还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收缩和呼吸的加深 大脑血流充足了 人自然感到清醒 舒适 四 吃健康零食让肠胃冻起来 在两餐之间 或者是餐前吃点健康零食 既可以让你得到身心的放松 还有助于补充营养 建议在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左右 给自己来个短暂的茶席 酸奶水果坚果等 都是比较健康的零食选择 五 简单运动让身体动起来 拉拉筋扭扭腰或者深蹲 抗墙站立 高抬腿 佛撑 都是比较简便易行的运动 还可以练一两组瑜伽或太极的动作 时间不必太长 几分钟就能让身体充分放松 六 晒太阳 让免疫力动起来 晒太阳的好处不胜枚举 但国人晒太阳的时间仍远远不够 不妨在你感到疲倦时 把晒太阳这个功课补上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是最好的晒太阳的时间 此时可以散散步 或者是边晒太阳边打电话一举两得 可以多晒晒背部 双腿和头顶 有助于盖的吸收合成还能提高免疫力 每次晒15到20分钟为宜 七 发呆五分钟 让精神动起来 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 发呆是最简单的减压方式 他们发现当一个人心无杂念 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的时候 大脑中的α脑电波得到加强 这种特殊的脑电波可以一直信息超载 让注意力和意念更加集中 从而改善情绪 减轻压力 缓解焦虑不安 还能够加强记忆力 缓解疼痛 并提高免疫力 另有研究发现 每天适当发火而呆 能将焦虑和抑郁风险降低25% 112岁寿星张明珠的长寿方人人可复制 你听说过患鬼癌症的人能活过100岁吗 你见过中国下茅最年轻 寿命最长的老人吗 这位老人就是张明珠 张明珠1905年6月22号生于上海 后随丈夫到北京定居 2011年他参加北京电视台收获频道的一档节目震惊观众 因为当时106岁的他不仅是自己走上的台 而且皮肤细腻 神采意义 那么这位被誉为中国最美老受性的老人 到底有什么样的长寿 养颜秘诀呢 张明珠老人说 要想健康长寿 就是做人要马马虎虎 一定要心态平和不生气 一 爱晒太阳爱走路 张明珠老人有两大习惯 一是坚持走路 各大公园都是老人经常去的地方 那里的常客大多认识他 他也乐意和大家聊天 二是晒太阳 饭后或是散步时都要在外面晒一会儿太阳 二 癌症就是不死之症 不必在乎 对于长寿老人 我们听到最多的是 他们一生大多很健康 很少得病 但张明珠老人并不是这样的 他88岁的时候患过肠癌 一共做过三次大手术 切除了全部结肠 大肠也被切掉了一米 第三次做手术时 他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 但他满不在乎的说 癌症癌症就是不死之症 我要跟癌症做斗争 三 睡到自然醒 饮食有度 睡眠要足 多晒太阳 多做运动 每天早上 睡到自然醒 起床活动和看一会儿电视之后 再睡一个多小时 午饭后还要睡大约三个小时 充足的睡眠 保证了足够的精力 也使得皮肤光滑润泽 富有弹性 四 爱美喜打扮 颜色鲜艳心情好 中老年人也要爱打扮 爱漂亮 打扮好了 心情自然会好 心情好了 身体也就好了 张明珠老人平时就爱涂脂抹粉 衣服上还要沾点香水 喜欢穿 颜色鲜艳 款式新颖的服装 孙子辈们也总会给他这些 杀精之类的小礼品 他总是十分开心 五 有肉吃肉 有菜吃菜 有爱红烧肉 饮食是决定的一个人 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吃东西也要吃得杂 比如玉米 白薯 南瓜 米饭 馒头 红烧肉等 因此我们吃饭应该荤素搭配 合理饮食 张明珠老人最爱吃红烧肉 他的好皮肤也都源于此 六 马马虎虎才长寿 要想健康长寿 就一定要心态平和 不生气 用张明珠老人的话来说 就是马马虎虎 忘记自己的年龄 这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 这些方法不仅能让你健康长寿 还能够美容养颜 专家公布决定人类寿命的因素 人际关系排在第一位 美国心理学教授经过20年的研究 从研究对象多如牛毛的生活习惯中 总结出一些影响寿命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 他们列出的决定人类寿命六大因素中 人际关系竟然排在第一位 一 人际关系 研究表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远远超乎想象 人际关系可能比蔬菜水果 经常锻炼和定期体检更加重要 哈佛大学医学院一向 对268名男性进行跟踪调查发现 一个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 就是和别人的关系 研究还发现常与朋友小聚 适度饮酒者比低酒不沾者更长寿 二 性格特征 研究发现在性格方面 百岁老人至少有三大共同点 其一生活态度积极 其二责任心强 其三积极看待衰老 三职业生涯 据研究 人们临死前最后悔的事 就是过劳工作 既迫害健康 又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四 生活细节 保证足够睡眠 和美满和谐的夫妻生活 与人为善 多点宽容 保持年轻的心态 五 戒除不良习惯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和延年益寿 应该积极改变 不良的生活习惯 六 与健康者为伍 朋友的生活习惯 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习惯 要想健康 就应该经常 和生活方式健康的人交往 祝大家一百岁也依旧 健康 美丽 明镜需要您的生活习惯